台北市一直到台北市 他跟沐陽的捷運線都沒有 沒有交費點 所以那條是等於盲腸 沒有用 捷運名聲細止線 被台北市長柯文哲評為盲腸 提問的市議員李建昌也傻眼 柯文哲趕緊援回來解釋 名聲細止線不是第一優先 曾經當過台北縣長的 新內院長蘇貞昌也不能苟同 我們不曉得他為什麼會講這種話 只要路邊任何人你問他 都不會同意他這樣講話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細止同心路 也是將來名聲細止線 社後站的預定地 那麼預計他們的捷運站 會以高價的方式設立在這邊 但是柯文哲卻說 名聲細止線等同盲腸 那不太不認同 對 當然是有錢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時候我們爸這邊 就是說他要蓋這個 所以房價上就已經有點變動 對啊 就到現在都已經過了七年 小孩都這麼大了 也還沒蓋啊 對啊 這條從大稻城經過名聲社區 在往內湖到細止的捷運路線 今年初路線剛拍板 公告最快一百一十九年完工 現在市長一句盲腸 恐怕反映在房市買氣上 應該說在一百年左右 那已經漲上海了 那現在來講是逐漸往下 然後再盤整一下的狀況 那捷運的話 真的是我覺得都沒看到啦 市政有先後順序 但重要交通路線被指為盲腸 對居民恐怕不太公平 三連線無塵平 張慧琴小組新北市報道